欢迎收看我爱动此来 我是林一文 先来关心NBA 这是张黄Levon James 原本他就是历史上的得分王 而李富莱骑士 来关心的是中华职棒 今年满四十岁的中信兄弟 转运手关大元 在今天这次宣布 将要高挂球鞋 从选手身份来引退 动了一下在场内接起来传三壘 再传一壘 所以一颗球搞定 27岁才打职棒的关大元 是大气晚成的代表之一 十三年的职棒生涯都效力兄弟队 中继球团也预计在明年的季初 为他规划引退赛活动 至引退后的下一步 人正在跟球团讨论当中 大元这是他本赛季第二场出赛 有人要离开中华职棒 而有人要回来了 这是前旅日投手张义 他今天也开始跟随 台岗熊一一起训练 林队刘东阳也特别到球场 来表示欢迎 而穿上台岗球衣的张义 很感谢球团提供训练的环境 也让自己可以用测试选手的身份 在冬季联盟来出赛 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实战了 所以他会先专心的来调整 等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跟教练来讨论东盟出赛的时间 同样是棒球消息 最近在中东地区 有一个新兴的职棒联盟 叫做棒球联合会 而这两天他们举行明星赛 居然出现了一发六分打点的球类打 怎么回事 一起来看看 中东的棒球联合会 在日前的明星赛就首创了特殊的金球规则 只要在面对金球的时候打出打点 得到的分数都会翻倍 所以前MLB球星公布熊猫 Pubble Sandvon 就是将金球给打出了墙外 把一发三分炮直接变成了六分炮 也引起了球迷热烈的讨论 成功创造了话题 同样在中东举行的 F1一级方程式赛车 是进入了本季的封关站 早就已经年度封王的红牛车手 Masmo Stoppen 再度的夺下本站的冠军 本季22场比赛当中 他就拿下了十九胜刷新了史上单季 最多冠的记录 以用统治级的表现 为2023年F1划下句点 红牛车队在最后一站阿布达比开跑前 已经是庆祝模式了 因为年度车手跟年度车队 早就都是囊中物 众家车手排排站 一起拍一张2023年毕业照 年度封关站的阿布达比 没有太多的烟香味 反而有一种party的感觉 而场边一样星光翼翼 观众行一大片的荷兰国旗 也说明一切 大家都在等红牛车手Masmo Stoppen 刷新记录 Masmo Stoppen 抢先冲进一号弯 反正他拿第一已经不令人意外 本季就是这样强到没朋友 而法拉利一哥 Shaled Clark尝试为比赛当中增添火花 开赛极度强硬进攻 久违的红军大牛 Battle的感觉终于又来了 但是在轮胎磨损之后 双方的优劣室又马上显现 被拉开差距 要说有什么戏剧化的画面 只能交给别人 红牛车手在六号弯跟Lando Norris发生碰撞 被判罚了五秒 但这都不影响Masmo Stoppen连续四年 Polt Ring赶未出发夺冠冠军积分五百七主分 单季领先圈数达到了一千圈 分战胜利十九胜都是新记录 最终在圣诞烟火以及甜甜圈烧台秀当中 结束了前所未有统治级的F1赛季 华视新闻林文报导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